音樂 好 我現在要來介紹我們這次在大阪入住的民宿 那一天是2000塊錢 台幣左右 然後可以睡大概三到四個人 我覺得 那因為在我們坐的這間公寓的樓下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超市 浴出超市 很多人來大阪或來日本都會特地找浴出超市來逛 剛好這次就在我們坐的地方的一樓而已 所以好 廢話不多講 先來介紹一下 那這個是門 門一進來就是 一進來就是這樣 有一個簡單的小廚房 然後這邊是浴室 很小一間浴室 然後 看 煮飯的東西它都有附一點點 然後沒有水 OK 好 然後廚具這些都有 那這邊有一個 那個微波爐 然後它是一個雙層的 雙層的那個床 那這個床墊 晚上就可以鋪在這個地上 可以睡 然後呢 冷氣也是暖氣 一個電燈 電視機 娃娃 然後這裡是浴室 非常簡單 然後呢 它有免費的Wi-Fi可以用 好 好 再介紹 喔對 然後外面 洋台還有一個 再一個 再一個 這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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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是它的洋台那個 旗子 我可能不會用那個皮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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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死 好 然後這間民宿的主人呢 非常的準時 我跟他 欸 改了兩三次時間 他都沒有覺得不耐煩 然後他很 就是很 負責的 把我們帶到了 帶到了住宿地點 然後我 因為我上Airbnb訂他的房間的時候 我是看人家 就是回應他的房間 就是很乾淨整潔 然後 很方便 然後很 然後 欸就是那個 惠美虛站的五號出口 走出來 走出來大概 兩分鐘 三分鐘 就到了 所以非常方便 但是他有一個 有一點比較 不好 就是他 一樓是超市 所以他一樓到二樓是沒有電梯的 他的電梯是從二樓以上才有 但是他的民宿是在三樓 所以 如果說大行李的話 可能要稍微抬一小段路 好 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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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